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 他不能为神做些什么 这些事情都是只有 牧师籍的领袖 或者是传道 或者是组长才去做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神爱所有的人 他不是把权柄 只是赐给那些 有阶级的人 可能你有时候连人家都记不起你的名字 很多人可能教会的 你也是根本不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 就好像我提个例子 我们的真义姐妹 我相信她来教会也是相当多年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直到我们去短线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她叫做真义 姐 那么 虽然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可是 她去到那个 彭亨的短线的那个 土著的那一边的时候 真的 虽然没有几个人记得她的名字 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可是呢 她所做的服饰 是 超乎我们的想象 就是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是呢 当她说见证 当她服饰的时候 真的让我们看见 虽然她是普通人 可是呢 上帝就是爱这样的普通人 就好像还有一位就是 喂养以利亚的那个妇女 这位妇女呢 甚至在圣经里面 连名字都没有 圣经的记载是寡妇 她只是一位寡妇 可是呢 因为她的顺服 她煮了面给以利亚吃 然而呢 这个神迹就发生了 以利亚就靠着 她主的面 活了三年 三年过后呢 以利亚就新了很大的 很大的神迹 在以利亚当中 所以 看一看这个妇人 这个寡妇 甚至 连名字都没有 但是 上帝还是要使用他们 那么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 以下有一个 一些问题 让你们小组的 主业呢 可以一起来讨论 首先呢 第一个 题目是 你有没有想过 要服侍神的 这颗心 你有没有这颗心 若是有 那你可以为 上帝所做的 一件小 最小的事情是什么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对了 非常的好 就是 只是 做一件小小的事情 先为上帝来做 就好像那个仆人 只是 煮一个面 这样子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喜欢吃的是 韩国辛辣面 我们要做的事情 比耶稣还大 这是耶稣在 走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的 我们 我们会做的比他还大 所以现在耶稣已经不在了 你们醒了吗 你们知道耶稣已经不在了吗 他在2000年前离开了我们 彼得在当时呢 也跟你们现在的性情一样 他没办法接受耶稣不在的这个事实 他没办法接受 可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呢 四十天 还是跟门徒在一起 当他离开的时候 彼得知道 他的使命 必要完成 必要完成 彼得知道耶稣不在了之后呢 耶稣的前病已经赐给了他 同样的 耶稣的前病也是赐给了我们 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普通人 所以第2个问题呢 我想要 你们来分享的就是 你有没有用用过 耶稣 给你的前病 去为病人祷告 病人呢 当然 包括那些 需要的人 有 有心理病的人 有抑郁症的人 那些吸毒的 那些 赌博的 那些面对 离婚问题的 那些需要的人 那些都是病人 你有没有用过 你的耶稣给你的前病 去为他们祷告 若没有 你可以 写下来 明天 可以不可以打一个电话给他 来为他祷告 或者是亲自来 探访他 那些需要的人 让我们用耶稣的前病 来 为他们祷告 让这个前病人 能够 在现今 还是 继续的有耶稣的能力 在当中 好的谢谢大家 今晚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 小组的机会 那么 当然了 圣诞节要到了 我也要在这里祝福你们 圣诞快乐 所以这个 后面的这个不仅 也是因为 圣诞节要到了 好的 再见 祝福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